一名17岁女高中生指控她在过安检门时,因为胸罩的钢圈是金属制,导致金属探测器一直必比较这时安全官要求她当场脱下,而且不断盯着她在看翻射自美日邮报这名女高中。 生就这样只穿着雪纺纱衬衫,完全能透视安全官再要求少女进行一次安检,两名安全官一样盯着少女看翻射自美日邮报事后少女的子子之后在脸书分享这段故事,更直呼,你觉得我妹这样还能专心考试吗,都已经歇斯底里了。 据悉少女的母亲已向教育机关和学校递交投诉书,全案正进入审理程序翻射自美日邮报不过赴教堂拉玛扎莫娃爱奇。 赖亚克拉玛扎莫娃否认有这起事件的发生,称学校在大考前都有提醒学生,千万不要穿戴有金属配件的衣物硬考。 而且就算被安检拦下,被要求有以上的动作,也会被请到小房间执行,而不是当众拖掉,欢迎加